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打算中午播一会儿 因为我今天一会儿睡个午觉 我还要去上班 现在是中午了 这我看来十点多算中午了 哎呀 好久没有跟大家闹闹了 哎呀 我也很想大家了 这我每次 我在单位的时候就是 因为不自由嘛 不是不是一个人 我都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 我和我同事睡一块的 然后就我连语音都没敢和我朋友发 我都打字的 更别说开直播了 对吧 我很早就醒了 我还要早上起来跑去单位做核酸 没有关系 就是没有感受也没关系 反正我都有录屏 好 今天今天我一早上醒来我就看到 啊 意料之内的 又是那个instagram做核 知道我看都不想看 我看都没有看 我就直接把那个那个动态给划掉了 哦 对对对 啊 说起这个 啊 哈哈哈哈 我已经从四月份到现在一直在被母抬 就是 啊 我是前面是在微博上面嘛 在被他们抬 然后我就理也不理他们 现在又抬到B站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无所谓啊 就是 啊 第一次 第一次他们抬我的时候啊 还有 还有姐妹给我私信说 说 啊 佛 我老怀大胃 就我一点也看你这么走来 你终于被他们抬了 她说 你出息了 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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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名列前茅 啊 啊 呃 我第一张看到的图我还是绑一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就是想说 爸妈什么时候给我个双圈 让我坐实这个 纸粉的名号 好吗 人家说出去都不相信 你一个纸粉 你连个双圈都没有 这 说得过去嘛 哈哈哈 就如果 我那么靠前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双圈 啊 就我希望 爸妈啊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如果有缘看到我 给我一个双圈 月神他们有双签了 看到他们不开心 我就开心了 谁不想要双签 我连单签都没有 过分 最近我还想说的事情就是 事情不是有关于我把笔instagram上面 那个坚持跪械给他不断的在刷评论的事情 然后我其实是早前就看到了 差不多也是半个月之前 还是很时候忘了 那个时候看到 然后我就把那些评论打了一下马赛克发出来 我也说了 就是我们国内的就不要翻出去了 让那些海外的姐子们帮忙刷一下花车 把这些刷过去 因为我也知道 instagram的这个评论是很难举报掉的 因为他们那边 跟我们那边不一样 就是他们那边 这种攻击性的言论都不会被改掉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话 说说什么 就也就跟前几天那个时候 刚刚大家大家发出来的时候说的一样嘛 就说就说什么 没几个人心疼把笔呀 怎么怎么样的 什么什么啊 当时还有说什么 还有说什么终于有终于看到有大粉 说这个事情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然后我当时就解释了嘛 我就说我就说这个大家也不是一直翻出去看的嘛 大家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像我也是收到了私信 我才知道有这个情况的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说 没有必要对对自己统战那么苛刻嘛 对吧 大家大家如果看到了都会都会做的呀 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但大家就是身为citizen 两个人都是照样心疼的 我倒也想知道 我爸会签什么呢 他倒是给我签一个 啊 是我站的还不够高吗 我都我都被抬了那么久了 还不够高吗 我也是我也是被气到了 这回去买我爸的商务 就刚刚开的了 就是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我们是属于一看到肯定会有动作的嘛 像像那个上次他们那个搞事搞我爸也是在凌晨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特别过分的那一次嘛 就又是造谣啊 又是又是侵犯我爸隐私的那一次嘛 那天晚上我不是一个晚上都在嘛 然后然后我就我就教他们不要不要去撕逼就是趁着现在他们刚发出来把那些全部都取证掉嘛 然后我也是一边取证取证完了之后就发到那个工作室的邮箱去了 有我会我会录屏 但是能不能能不能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是啊 我说这个并不是说我自己做了多少多少 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事情有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不同的做法对吧 这是哎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不心疼他们什么什么的 就是就是有一些很奇怪啊 我们我们我们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 像我爸被击火成这个样子 就是也现在也是成绩在在休息嘛 然后我妈这边的话就也是老是被针对啊 你看他过个生日什么都发不出来对吧 就是像像这样子的情况 就没有必要再来分裂粉圈了 大家大家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下面有很多人很多人私信我啊 说什么说觉得觉得现在很难过啊 就呃想要想要退往过一下自己的自己的生活啊 那我就我对这个是很鼓励的嘛 就是觉得大家大家还是先顾好自己比较重要 然后然后再来看他们 就是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能够帮得上忙的 很多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的嘛 把闭把闭不是他那个他那个工作室也有发他的那个他他这个月上半月是在休息吗 下半月不知道有没有活动啊 这个我不清楚又我什么人来都没有 哦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 我之前我之前还有看到过一个这样子的论调 就是 在我爸不是被那个坚持过一些攻击的时候嘛 攻击的很很那个 很严重 大家都知道的嘛 然后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就有这样这样一个那个 呃言论 就说什么 说我妈为什么不站出来 就说我爸都已经都已经被攻击成这样子了 我妈为什么没有没有行动什么什么的 我就在想这个言论不就跟当时八月份的时候一样吗 就当时还有人就是指责我爸说 说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攻击他这样子 就是一样的一样的话术啊 然后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要我妈怎么站出来 像现在的状态 说真的就是我妈不站出来 他不要发声 千万不要发声 怎么样都好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家 我们这个家再怎么被拆 就是再再怎么样被攻击 他都不能站出来 他一定要稳住才行啊 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他站出来扯皮就能够扯得清楚的 谢谢我是绑一大老 对我是绑一大老 就是我爸我妈 他们两个人都千万不能出现 一定要沉住气 我们我们只要管好我们自己就好了 说真的 那我说到做到 我昨天说我今天会播 我今天一定会播的 所以也是当时从从我看到那一句 爸都被攻击成这样啊 为什么妈还不出来说话 这这句话开始我就在明确的发现 他们做所做的一切 就是想要让我爸出现 他们 我更加坚信了 他们就是找不到我妈 联系不到我妈了 怎么还叫我做人 你们俩笑死我 对啊 而且他们也是在通过想要逼分他的粉丝 然后来诱导他出现嘛 那我们当然不可能真的就是和他们心意啦 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和他们心意 他们他们那边坚持贵心一直在挂我 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 我的微博一直在被他们骚扰 我都设置了一大堆的评评词 谢谢我出名了 我出名了 为什么我还没有双签 真的是 就是因为我妈的这个事情 并不是说通过任何扯皮就可以 就可以结束得了的 他这个事情 他这个事情就是只能够通过司法途径 就只有法律才有公权力啊 不任何人他自己出来说话 人家会幸福吗 你们觉得 那不可能的 我觉得现在对他最大的保护 就是不要让他出现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包括 坚持贵心那边那一套 任何说什么 说什么 说我爸害他这样子的言论 说真的 在网上撕逼 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你要是真的觉得是被 谁谁谁害的 那么你去告他呀 你有证据对吧 你向警方提交 这是警方并不是说 说看你谁谁谁 骂的声音大 谁就是赢了的 他们是看证据的 我要怎么卖展 爸妈看到我那么努力 我都上绑衣的份上 给个双签吧 我比较实在 就是双签比较现实一点 知道吗 你其他的机会什么 你就 可能吗 他们会给吗 你觉得吗 我获奖感言已经说完了 就我完全不在意 他们怎么抬我 他们还发我精神了 知道吗 当时一开始 一开始大家看到的时候 都在问 为什么你们几个被抬了呀 然后人家说 因为他们委委勾托 都好笑死我了 然后他们说 因为他们几个最清醒 然后就有人说 他们被母抬了是吗 那我立马去关注 我都没有双签 你们还想要 我觉得那个 坚持贵谢 真的很敢想 就是什么 我们不敢想的东西 他们全都敢想 反向安理名单 是这样的 格局打开一点 盒子拍照 拍个GV差不多 拍个GV差不多 就是他们两个人 连腹肌都不给我们漏了 你还想看GV 想的美 梦里看去吧 怎么会 怎么会就是说我违反直播要求 我 我都还没看四五呢 是不是 是不是不能说绑一 因为我之前好像看到 好像看到说什么 现在取消 取消这个什么绑单 什么什么的 是吧 是不能够说绑一 还是怎么样 啊 我是大规模杀烧性武器吗 啊 那大家不说了 不说这个了 这一趴过去吧 啊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说的 就是我昨天发在微博上面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是我妈她早先的一个采访 她说她是一个很佛系的人 她不会 她不会就是什么 呃 就是呃 看到看到看NBA啊 也不会太激动啊 她是很安静的 很专注的在那边看的 然后说是看到自己偶像 也不会很激动啊 什么什么的 看到了吧 这个 然后然后不是放了那个 我妈那个尖叫 就是看到我爸那个尖叫的 这个啊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 在那个 在那个 块本上面就是 听我爸唱歌那个 啊 那个那个 就是超开心的那个样子 握拳 哎 其实她很双标嘛 对吧 她真的很分人哎 因为我之前我去 我去和我朋友 去韩国看演唱会的时候 就我跟她是两个极端 她在旁边非常非常冷静 我在旁边叫的跟 叫的跟鬼一样 我没有 她特别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激动 虽然她也很喜欢 她很不能理解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老被呆 哎呀 这就是女明星的待遇了 哦 然后 然后后来 就是我这 我这条微博发出来之后嘛 然后然后就有人说说 呃 说这个可能就是 她想要在综艺上面 表现出来的效果 怎么怎么样呢 但是说实话 因为我之前追了 刚好是个综艺人 好吧 然后我就比较了解 综艺这一块 综艺这一块 通常做综艺的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一个就是敢拼 拼得出去 就是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不是说记完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有梗的那种人 就是自己能抛梗 能接梗的这种人 但是我妈她做的那些都并不是啊 我妈她是怎么做的 她是一直在给我爸表现机会 她一直在cue我爸 就是包括 路夫妻也好 她让我爸来录 你说她没有吗 我卡了吗 卡了吗 我卡了吗 应该没有吧 啊 她 她自己也有附加 但她没有说我 我来录 她是说让我爸来录 她就是给我爸 那个表现机会啊 然后还包括唱歌 对吧 唱歌这个 她知道我爸 唱歌 大家会 大家会那个什么 哈哈 就是让尽力的在让我爸来表现 她一直在给我爸在镜头前表现的机会 然后包括她夸我爸这些话 她从头到尾一直不停的反复的在夸我爸很真诚 怎么怎么样 你们要小心一点我啊 我的直播间已经被逮过一次了 再逮我就要疯一天了 我跟你们讲 所以我觉得我妈 这个就是她所说的 她自己很冷静 但是她一遇到我爸 就变得那个非常外放的那个情绪 我觉得她并不是说是为了忠意而做出来的效果 对我回家了 我终于回家了 还有就是我妈她确实是一个 就如她所说 她确实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其实她的那个 她之前直播的时候 她有过好几次 就是她开心的点 她其实她会笑 然后就是摇头白脑的那个样子 但是呢 她很快就会平复下来 她很快那个表情就会冷静下来 我印象当中有的就是 那个什么 有过好多次 包括那个黑子老师说 祝他们俩白头偕老 那个时候我妈 她其实笑了的 她笑了之后 但是很快很快就冷静下来 就嗯嗯 坐直 那个样子 搞眨眼 所以说她是一个很快就能够冷静下来的人 但是她在我爸面前不是这样 她在我爸面前就是啊 人来风 所以我也经常说 她是我爸的痴汉 她遇到我爸的事情也会那个啊 就是就是包括那个快本 看五官猜猜人的那个时候 啊 眼睛红 不是那个耳朵红的都要滴血了 然后那个声音一下子 一下子整个人相处 然后然后再开始脑羞成怒式发言 我们不就是一下子判断出来 她早就已经认出我爸了 妈 对我妈是我爸的大分 那是啊 我妈 我妈不仅仅是在我爸面前会害羞 她 她被 被人家调侃和我们爸的关系 她也会害羞 啊 这就是真爱好吗 能听到吗 应该能听到吧 啊 啊对 他们俩是互相的脂粉 我妈害羞的时候当然超可爱啊 不仅仅是在我们眼里可爱 在我爸眼里也可爱 快本 快本我记得 录的时候是不是三月 三月几号 三月十五还是二十五 还是什么时候 过的时候是四月吧 是吧 啊 你如果说单人的话 单人的话我也没有记住 对啊 人不可能一下子换了灵魂的呀 就是从他们两个人点点滴滴的相处来看 你要你要你要说你要说他们两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人我是不会相信的 要说我有滤镜吧 他们两个人对彼此滤镜估计比我还厚好吗 他们两个人是各自的甜尾啊 各自还都磕他们的CP 那不然的话哪来的他还杀我们呢 对不对 哦 对了 最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摆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哦 我最近有有收到好多姐妹给我发的那个就是那个字太多了 对不起 我都没有我都没有怎么看完 哈哈哈哈 因为我自己本人就不信那一套摆烂说什么 说我妈摆烂怎么怎么样的 首先我妈她做的行为她就不是一个摆烂的人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一开始就有那个摆烂传出来 我估计就是跟随着我前面说的那个什么爸都被围攻成这样子的 妈怎么还没有行动这样子的话 然后传出来的一起传出来的摆烂说吧 所以写了个论文 真的是写了个论文 姐妹好牛啊 摆烂的人还还会去报案吗 这就不现实好吧 所以说就不要不要去信那些不要去信那些 没有我估计那个姐子他应该是写的挺好的 就是是我妈不摆烂 以及就是这个摆烂说的那些危害怎么怎么样的啊 我其实我个人我个人是我没我没有时间看 但是但是我觉得我妈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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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还挺厉害的 她从各个点分析了这一块 对啊就是就从那个语音里面她透露出来的 她的那个本人的意志都不是白烂啊 他们两个人都是一样辛苦的在我看来 但是这就就就像我所说的一样 就是现在无论怎么样想逼迫她出来 她她都不能出来 她现在就是就是一定要等到最后 包括所谓的摆烂啊 有的人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就是把这个网络看得特别重 就是他没有在网络上面有任何的动静 就觉得他这个人肯定现下也没有任何动作 就像有有的人就是指着我爸一样 有的人说什么说我爸应该要在网络上面转发一些什么 澄清啊之类的这种 他才是干了实事的 但是他私底下呢 你又看不到 你你你怎么能够说他不干事呢 就像我妈一样 我妈他现在不能够出来 他不能够做什么 你就说他私底下没有做任何事情吗 这现实吗 不可能的呀 我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有网络啊 我们不能够就只是通过网络上面发生了一些什么 来判断这个人怎么样 就是有的人太过于坐井观天 就是把这个网络看成一整个世界了 因为本身我妈的这个东西 她本身拉的战线越长 她的那个分支越多越麻烦 理不清就是厉害乱的那种 见不断厉害乱哈 所以说所以说我们只能够等到最后的绝杀 我们都想要快进 我没有叹气 我刚哼了下鼻子哼哼 所以就是所以就是我经常说嘛 希望希望大家多给他们一些信任啊 然后多给予他们一些理解 这摆烂的是我们啊 就是你们怎么骂我们也好啊 怎么攻击我们也好 挂我也好 抬我也好无所谓 对吧 这又该是就是打扰不到他们任何 就你们再闹好了 随便你们吧 所以我也说就是在大家在网络上面 如果觉得累了就回到线下 大家线下也照样可以等啊 等等我妈的消息对不对 就一样的啦 哎我们就躺着摆烂 哎空了吗 磕了一颗糖 对吧 如果说怎么样的就看一看产出啊 开心一点 因为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去做的 我们我们帮不上忙啊 现在现金段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 就是我们是在一边等待一边变成更优秀的自己 就是只要只要我妈这边顺利就行了 他们他们估计也挺那个吧 说实话就是他们怎么骂我 我全部都是没有放在眼里面的 就是啊 不看那些乱七八糟乌七八糟的东西真的会心情会好很多 你的老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那个看法就说他的粉丝年纪很大 哦因为理智是吧 那确实啊我们就是说实话我们都不说一分年好吗 我说我说真的我至今我至今就是遇到的呃年纪最小的是说自己要高考的 然后当时我刚看到这个这个解释的时候我就我就告诉他好好读书 让他好好读书 开启劝学模式 啊确实啊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因为都是成年人都经历过社会 所以说所以说不会被人带跑偏 已经有自己很成熟的世界观 啊我最喜欢的也是他们两个人的真诚 WSN是什么 啊无所谓 啊 哦所以我也说嘛就你们你们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这种粉圈的东西不知道就不知道好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的时候我都看不懂网络用语知道啊有很多缩写我都看不懂哈哈哈 对我也觉得 我其实在追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成长了很多 哦哦哦哦哦 我知道了 哦大肆还被叫做小朋友 今天今天在我看来没什么事情发生啊 我爸拿不老 我男人三十一只花 他们两个男人还是一只花的年纪呢 女人三十也是一只花 三十岁人生刚开始 我竟然看懂了 就是在叫我爸 对对对四十一只花 是的我回家了 与年龄无关其实 大家心态 这个是看心态 有的人有的人二十岁的心灵 就是很很老年的心态 有的人年纪大了也还是少女心态 才不是豆腐渣啊 我成为我成为这个 熔灯熔灯之粉榜 我只有一个感想 快点给我双千 别的没了 只有这一个感想 浪姐 哦浪姐三 哦哦哦 那个那个 哦哦 我知道了 哎 其实追星 追星本身就是因为会快乐 才会追的嘛 因为因为快乐也会使人年轻啊 所以说确实追星会让人看起来年轻 我知道我已经知道月神有双千了 我羡慕死了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哼 哎 之前啊 他们说我爸的那个新组的消息啊 但是后来又说不是啊 又说什么什么还没定啊 什么什么的 我也不确定 他的官宣 官宣没有下来都都没有办法相信的啦 我都念叨了那么久的双千啊 我爸都还没有给我 他肯定是不会给的 然后我天天念叨什么 要我天天念叨 说实话很多东西就是非官宣不约的啦 因为他们有的剧组 就圈那是有这样子的 他会他会那个样子 就是把你那个 呃 六粉 六明星 这个样子 六六演员这样子的行为 我看了那个狐妖的那个 好像从好像从去年就在说是我爸了吧 我看到了解图 有很多剧组都这样子啦 他们他们他们这种不是属于明星甜品 而是属于就是用明星的热度来给自己的剧增加热度 对就正称热度六分嘛 对那个深刻的歌曲我也有好多好多都听了 就是还不如还不如还不如那种悄无声息开拍的剧 比如说我们领 我们领就一个投资商 我们领真的是屏蔽精雷啊 窜出来了一批黑马 哦 我说起来就是最近我不是被困在单位吗 我困在单位的那个时候 那个我有一个同事 他他是属于他自己不混娱乐圈 但是他会他会看一些娱乐圈的消息 然后他就跟我谈起了我妈 然后因为他本来他也是属于就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吧 然后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我拉着他解释了一大堆给他看了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他才他才明白过来是什么个情况 然后我就开始拉着他看领了 我跟他我跟他一个晚上我就跟他在办公室里面一个晚上 看了六集看到看到凌晨凌晨一点 是真的好看 我们两个人一边看一边在那边惊叹 尤其看到我妈那个卸妆的时候 我们俩都要笑死了 而且他还说他还说我爸看我妈的那个眼神 我现在因为回来了嘛 没有办法再跟他继续看了 然后然后我跟他说让他看完了之后发我发我观后感 战老温的那个眼神那个眼神真是绝了 上山美啊 这个我也不确定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才刚开始让他看了 但他就说啊就说 他他一开始战反了 他一开始战我妈是公 哈哈 他看到天窗的那个他就问我妈是不是公 哈哈哈哈 我说不是 他是我妈 有好多人 有好多人并不是说看领上山的 有的人是先入了真人的吗 其实批大的我很多都是属于容易战反的那种 哈哈哈哈 那他头发放下来了之后 我同事就理解了为什么他是瘦了 哈哈哈哈 就是卸完了妆之后 我同事说 我同事说我妈一卸妆这个声音都变了 哈哈哈哈 我以前看皮拉的文我也会战反 不过好在我看领的时候没有战反过 皮拉的风格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他一卸妆就变焦了 哈哈哈哈 以为废独是公 啊那这个我倒没有战法 我一开始战的就是废独是手 哈哈哈哈 哦我也觉得应该是人物性格而定的吧 废独好美的 就我爸那个追欺的那个样子 他怎么也是也是公 好吧 他就那么主动 对不对 我妈他的那个转变 其实 其实他真人的转变也很大 我尽量留回放吧 我已经被逮过一次了 今天 所以说现在要小心一点 你们你们都转变了 哈哈哈哈 那确实我爸都姓公了 这个公就肯定是公啊 哈哈哈哈 哎呀就死了 哈哈 对啊 我妈那个真人的那个气质太绝了 转变 我妈就我今天 我今天刚刚转发过的一个一个姐子修的图 就是在领之前和领之后的我妈 哈哈哈哈 这个 我太记得不住了 我我们今天要打我 就跟回去 我今天还是在领之后的 对 然后你 那你 我妈妈 感谢观看 我就是我前段时间也有就是整理我的房间嘛 然后就打开那个 我囤了很久的那些PB看 看着看着就会不由自主的开始笑 所以我 我那个好想着 好希望我打开那个 我打开那将我们下课 我的天下课 我打开那个 我打开那个 我已经在工作了 你搜索我 我打开那 你再打开那 我打开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叹逆起来的我 那我是从小到大都叹逆的 不要哭 你想一想 他们两个人还好好的 只要他们两个人好好的就好了 儿子到平时期了 再开始叛逆 这个太广伤了 笑死我了 是和儿子一起进入叛逆期吗 他们要找好几好几个 我这张图 我这张图是那个迎新朗月的 你可以去迎新朗月的微博看一下 他的那个图应该都还在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有的时候还是就睡两个小时 就是剪四天剪到四五点 然后早上又要很早起来上班 那个时候 就是就是疲惫又快乐的 然后然后下了班之后又要继续磕 就是 没跟停的 没在停的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精神一直处在 非常非常振奋 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 忙碌并快乐者 拿生命的磕头 所以说现在 现在不也有人说 就是现在是给我们可以补教的机会 我陆平尽量船啊 不一定能船上来 看看审核大哥 希望他们可以放过我 我也不知道我有说什么过火的话 怎么进医院了 有姐妹说后来进医院了 是怎么生病了吗 真的真的为别人的爱情 拼过命 为别人的爱情 吐过头 说实话 我们追星就是因为 还不就是因为 其实 其实我本人 我的爱好也很多 我不只是一个追星 一个爱好 但就是 但就是 人嘛 就总得要有 有那么些爱好啊 追星是我其中一个爱好 对吧 那谁都没有办法阻止我 阻止我去寻找快乐 我的头发很陌生 妈咪不用担心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不会掉光的 就是我妈 我妈真的很搞笑 她当时 她当时生日的时候 还说什么 说 说什么 说 说你们 当时原话怎么说 反正就说 说你们都追星 追星影响你们睡觉了吗 追星让你们掉头发了吗 她是不懂 她是不懂 她们两个人之间 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我们磕都磕不光好吗 这追星使你秃头吗 然后她还说 看到在座的人 没有没有秃头啊 说我们骗她 她真的超可爱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天天秘密好了 让我们自己喝自己的 我其实我也有白头发 我就长了一根 对我们那个闭环管理结束了 我现在回到家了 我是27岁 27还是28 应该28了 28岁 我 我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长的一根白头发 然后拔掉了 就又会再长出来 很烦 芝麻丸到底是黑发的 还是深发的 永远18岁 18芳华 哎呦 我其实我现在也不算是 可以自由行动 我现在还是只能够 加和单位两点一线 其他地方都不能去 不过我也还好 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宅女 哦 是吗 对 最头发好的吗 哦 会胖 那算了 再见 我本来就够胖了 不能 不能在那个了 我们都在等 那个好消息啊 哦 对 如果说是在 那个 那个 橘子 橘子 年龄 年龄的话 才一年 一岁 那算了 很甜 很油 算了 啊 无所谓 反正我头发发量 本来就多 我还是属于自然整会 炸毛的那一种 中午好 中午好 差不多吧 一会儿 我们还断奶 我们就没有喝过木乳 好吗 他想得到没 你还断奶 不做梦了 啊 这个白发有的也会是遗传的 断糖 其实糖我们也没有断过了 我先想看我又没有什么漏掉想要说的事情 好像没有了吧 最近发生的事情应该都有直播里面有讲过了 知道知道我妈的一切都是我爸的 哎呀 我们我们只不过我们只不过是跟着他们屁股后面捡糖吃的 真的 不用管我们 爸爸妈妈好恩爱就好了 不能打扰爸妈妈恩爱 因为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不方便出来呀 就像我爸 让他好好休息嘛 休息完了之后再好好工作 我知道我发现啊 最近微博上面和我说话的人也少了很多 就是评论展发的人也少了很多 但是我的点赞数好好高 笑死我了 大家大家都被那个了 都被关关进去了 就是如果是他默默的进组了 那也那也好的啦 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他 像之前之前在的那个组里面 评论一大堆 180天 这个真的是绝了 我们是180女团 不知道 他们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是在排队进啊 不知道会不会什么时候就轮到那个了 所以说 所以说大家 大家平时多背个几个号 背个一个号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刚背进的时候 先不要先不要扩 让大家来找你啊 关注你啊 怎么样的 就先痒一痒嘛 因为因为因为好像说是好像说是会追的IP进啊 2023年的子微星是吗 这样很奇怪 有的姐妹都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发 然后然后就只点赞 平时只点赞 然后就发了一个娃 发了一个娃就被进了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他们进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他们那个IP是怎么样 是是那个算你同一个网络啊 还是什么 点赞天天验证好像是好像是那个号的问题 有一天我转发的太多了 我我那个转发也都要输入验证嘛 然后我就开始养号 就我那个大号也这样 我也觉得我爸靠在我妈肩膀上的时候 特别的那个感觉好安逸啊 就是看这张图整个心灵都安静下来了 感觉好像看脸还是什么 有的人真的发了之后就被进了 有的人没发 就是发了也没被进 不知道真的不懂 不懂为什么 还是说他们看 看评判水军啊还是怎么样啊 文明上网是为了就是提醒我自己 提醒我自己不要不要那个口吐芬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阿兰的歌这首歌 我的月光 我不懂他们的那个违规 就是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什么挖缝违规的 乱七八糟的 嗯 我爸的指甲短是为了我妈 咱们不提别人了 提他们干嘛 对吧 啊 先是问了三十天 然后问了原因之后就被进了一百八十天 被夹行了吗 那算了还不如别问呢 让他进过去看 指甲短大家懂得都懂 懂得都懂 哦 反正禁言或者不禁言都是生意算了 10月10月10月底出来还能够赶得上把鼻的生日 对大家反应都一样赶上把鼻生日 我播了半小时左右吧 半个多小时 是吧 然后一会儿一会儿去睡觉 学历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就不要知道了 我都不好意思念出来 大家也不要说了 我怕 我好怕跟你们讲 我再进一次 真的就要进一天 怕我直说 这个直播间又被封掉 喂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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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啊 当然都用谐音好吧 多看看产出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说 不要说 不要说 大家不要说 哈哈哈哈 你们要保护一下我 哈哈哈哈 不要让我又被尽了 这小学学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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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吗 懂了就好 懂了就好 嗯 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是 我就是 我爸妈的 我爸妈的那个 事业粉 好吗 所以说我在 我的直播间里面的 所有人 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和我和我都是 一个颜色的 我们橘子皮 本身就是黄色的 今天不太一样吗 可能可能因为我刚睡醒吧 我不是事业粉 我是那个事业粉 啊 在东海事业粉 笑死我了 人家说我随了 我爸妈 我妈她也会开车 她不要太会了 就大家都应该看过吧 就那个 就那个 那个 有一个花絮 好像是 是谁放的 真哥放的还是什么 就是 就是有一个 我爸 担了一脚 然后 然后我妈扶住她之后 然后 然后我妈就说 昨天我也没做什么 你今天怎么就这样了 然后 然后我爸说 我爸说 这也开车 对啊 我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很好笑 而且最搞笑的是 我们本来 我们本来错过的一个 那个 那个表情包 就是说 就是我爸的一个表情包 一个他很震惊的一个表情 然后配置是 这暴露都开 然后真的是 就是和这个 和这个 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和上了 我不仅仅是成年男的问题 好吗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那个 gay 那个 我之前就试过很多次了 他们 他们gay就是 联想到那个的 就是比普通的 比我们普通人都 就是 就是 啊 要快很多 秒速 属于秒速 对对对 概率多 概率多 大家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我笑死我了 啊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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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上去了 然后又要缓缓开下来 现在真的是 做个直播不容易 是那个 是那个李佳琪的那个 他们说苦茶子直播 是那个李佳琪的那个 我播了一个小时吗 还没有吧 没有一个小时吧 有吗 我就 我就昨天看了 对对对 我看到都在爱和我爸 让我爸多买一点 说实话 他们俩个也都能穿好吗 一试一听 我妈也能穿 再演算了 他们两个人肯定都不肯的啦 还有人问 我爸是什么梗吗 那是真的路人了 李佳琪的那个视频没有了吗 应该还有吧 我是昨天看到的 对 就是就是看一看就好了 笑一笑就好了 没有必要再跑过去了 但大家还是平时就在自己的家里面玩吧 免得跑出去了 到时候外人看到了 又要那个什么 对吧 疯一点没有什么不好的 听我的直播不能够公放 我们 我们都敢 反正他们两个人穿什么样的苦茶籽都跟我们无关了 反正也是给他们彼此看的 我们又都看不到 有啥样子的事 那个18厘米 那个 是 有解子 有解子算出来的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我也觉得是属于 切整个这一块的 他们说我们家是真的疯就是除了除了我们家没人敢真的就是自己爱他正主的是吧 我这有啥呀 我们不仅仅缺责会爱他正主 我们那个五什么那个都会爱他正主 好吗 其实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咱们就都过得挺好的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就是担心我们就行了 哎 哎 敢照正主脸上舞过去的估计也就我们了 哈哈哈 真的只有我们了啊 说起来当时当时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啊是那个什么双人的一个热搜 是那个女演员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经历过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就是那时候还属于还属于大家就是都还比较遵守 圈内的规则嘛就是不在微博上面怎么捂双人呢 但是呢那个双人热搜出来了之后大家全部都逆反了 就说就是他妈双人热搜就要捂双人啊 捂什么兄弟弟 这托老的是爱情 笑死我了 哈哈哈 然后然后大家全部都在评论区里面捂 对那个时候还被批为 哈哈哈 就是我们也是属于浴火重生了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整就整个一 就五就五怎么样怎么样 轮轮轮轮气死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谁都别想管我 真的 现在是在大家都不会听任何人的话的了 我的校生能下饭吗 我已经发表过改言了 他们那个规则 他的那些规则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不能够代大名啊 产出不能代大名啊 不能够爱他正主啊 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这全部都是内娱的破规矩 谁管他们 鸟也不鸟 我尽量我尽量我尽量多发一些视频 但是这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太忙了 我这个月我这个月这个月都月中了吧 我才发了一个视频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哈哈哈哈 之前他们还有说 他们还有说就是我爸的那个 你这个还是要读一下 说什么说什么 这个是给 这个是给合作对象的体面 怎么怎么样的 我们就在说 去你妈的体面 我们 我爸他只有 去 喂 面对面 我录视频的 那个饭盒组后来关掉了不是吗 哦 对我爸不管我只爱我妈 大家牢记这个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比内娱啊 我守你们的规矩 但是你们你们有有就是给我给我们守规矩的面子 不陪我爸妈了吗 没有啊 那我凭什么还要守来守你的规矩 滚 对吧 就对他们说滚 老子爱怎么磕怎么磕 反正老子这么磕你们也骂 我不磕你们也骂 那我为什么不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做呢 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就那个下波 我一会儿要睡觉 就是这个 这个那鱼从来都如此 难道就是对的吗 这并不是啊 对吧 再有就是他们骂我们爸妈 我们也是会反击的 就是现在我们都已经学会了 就像就像之前我所说的 把别的那个事情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就是取证 然后然后然后等那个工作室有有动静了 然后再跟着工作室来那个反和骂 反正反正就是见招拆招 大家都不要怕 不要被POA嘛 而其他的就是 反正这种东西也并不是说强制性 让大家一定要做的 我估计听我听我直播听多了 大家都会变成 大家都会变成很叛逆的人 因为我就是个很叛逆的人 没有任何人规定不能用课CPR 而且而且我我最新我买东西 我买东西啊去现场什么的 都是花我自己的钱 对吧 大家过得开心就好 差不多了 我今天我今天播了多久了 一小时有了吧 我好像是从十点开播的 还是什么时候 十点 应该是十点 十点多少 就这样吧 我先下了 我去我去睡觉了 下午晚我还要上晚班 大家拜拜 下次再见 我尽力我尽力传上来吧 看看能不能够传得上来 好吧 太终了 感谢观看